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想法是 想要跟他说为什么我不想谈恋爱 稍微思考一下吧 又有选项吗? 可是我觉得需要努力地说出来 我大概只有在吃点心的时候才会觉得快乐 所以变得非常胖 不论到哪里 都会被别人嘲笑 你非常胖吗? 你开什么玩笑 你这样的胖的话 那我怎么办? 现在 已经用我自己的方法变瘦了 但是花很长的时间 喔 好 OK 所以 看着现在的自己被说喜欢 我会觉得很别扭 这点 即使对象不是新人先生一样 抱着恋爱的感情与我相处 我认为 新人先生会很痛苦 也会感到很辛苦 就只有这样 谢谢你 第一次 有人这么礼貌地拒绝我 反而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喔 因为我觉得 新人先生是有个礼貌的人 所以我会尽可能地 有礼貌地表达出来 你有考虑过 才给我回复 这点让我很高兴 非常感谢你 对啊 其实 就小时候的阶段 就是 可能身上是什么残疾啊 或者是很胖的那种 很容易被别人 开玩笑啊 甚至是被霸凌这样 其实蛮常见的 其实这样真的很恐怖耶 把自己的感情加在别人身上 就跟人生气的时候一样 都会被情绪冲昏了头 我果然完全没有改变 但是 你希望改变呢 我认为 没有那种为了生气有生气的人 我觉得 新人先生想要改变这个想法很棒 我才是想着要改变 却完全没有任何变化哦 我会想像客流子小姐一样 完全放弃恋爱这种事 但是我做不到 我也有很多事情无法割舍 但是一直处于不上不下的状况会很痛苦 所以我会逼着自己放弃 这只是我想的想法 当新人先生觉得我改变了之后 再去交女朋友会比较好 原来如此 你好厉害呢 我会试试看的 别这么说 我啊 想要暂时离开网络世界 哇 怎么办 差不多 该去找工作了 跟客流子小姐聊天之后 心里开始有些勇气 我到求职网站 注册账号了 我打算把这个账号删掉 如果留着 我可能又会回到这里 什么都不说 就突然消失了很多 但她有好好地告诉我呢 我知道了 谢谢你特地告诉我 我才是 谢谢你陪我聊天 让我开始思考很多事情 那么 要好好保重哦 就算是我 也能好好地与人道别呢 为什么 突然做得到了呢 以前的我 也是只要想做 就能做得到吗 怎么说呢 好奇怪的感觉 但 又是只相处了几天 癱瘓就结束了 无法恋爱 也无法互相依赖吗 点点 哇 其实这样也是蛮难过的啦 好不容易交到一个 可以互相依存的朋友 可是又 对方 当然是对方 当然是对方 这样对对方比较好 可是又觉得有点寂寞 好存档吧 小拇指 小拇指安安哦 剧情像的 对啊 就应该谈论 谈论 就自己 嗯 这应该是谈论内心那种游戏啊 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个月份的系列 是很像的 好继续吧 欸不是要睡觉啊 那吃糖果嘛 先抱娃娃 我的痛苦 对其他人而言 根本无关紧要 痛苦的事情太多了 渐渐的眼泪也流不出来了 虽然我不在哭泣 但我也不觉得自己 变得比较坚强 我只是觉得不断的重蹈覆辙而已 刚刚已经有进步啦 好睡觉吧 点点 明明只是交谈几天而已 就不能 就不能再聊天了 相处时间太短 真的太短了 他真的觉得很寂寞 拼起安安 点点 这好难过 肚子饿了 他真的只吃巧克力吗 冰冰凉凉的 真的只吃巧克力耶 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 真的只吃巧克力耶 完全这里都没有东西可以拿耶 你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 克流子 要快点吃 真的只想吃巧克力 好开电脑吧 真美味 又有讯息传过来了 哦 至克流子小姐初次见面 我叫做旭美 是目前就读高中一年级的女性 你的个人资料简介我就读过了 我希望能与克流子小姐谈话 等候你的回复 高中一年级啊 有礼貌的孩子 旭美的个人资料几乎都没有内容 但是 跟我住在同个县市呢 好高兴 回复他吧 谢谢你如此礼貌的传讯息过来 我们好好聊聊吧 哦 现在的另一个人就变成那个旭美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我很高兴 请多指教哦 我才是 请多指教了 你之前有在网路上 与谁对话过了吗 这是第一次 真的很帅 是他会是个 纯朴的孩子吗 你为什么会传讯息给我呢 克流子小姐写的互相依赖 这个词呢 让我感到很在意 词汇 这是我第一次 听到这个词汇 查了意思之后 我觉得是个很棒的关系 很棒吧 是 彼此住的地方很近 还蛮高兴的呢 是这样啊 我也很高兴哦 克流子小姐 是住在哪个区域呢 我住在 XX市哦 点点 旭美呢 我住在XX市 是一样的吗 搭电车约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吧 其实还蛮远的耶 一个小时如果搭车 嗯 就几乎是跨县市了 在台湾的话 就跨县市 你不小心 就会去计算这种事情 克流子小姐 不好意思 虽然我还想继续与你聊天 可是我要睡了 我知道了 那么明天见 晚安 晚安 好奇怪哦 这个对话 晚上12点了 我还以为现在才过中午 对高中生来说 这个时间该睡了 感觉旭美是个好孩子 像旭美这样的好孩子 真的存在吗 他应该不是性人假扮的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太可怕了 但我就是为了遇到好人 才会招募能互相依赖的对象 应该不会是性人吧 超可怕哦 真的超怕 洗澡吧 洗澡 哦 可以洗澡 不知道主角有没有家人 他自己没有讲到 点点 忘记拿法哭了 所以你还没有洗吗 点点 客游子小姐晚安 晚安 有我传讯息给你 没问题吗 没问题哦 尽量多传一点吧 他会顾虑到我呢 那么尽量由我发送讯息给他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客游子小姐 谢谢 你会对可怕的事情反感吗 我还蛮喜欢的 嗯 我没有问题哦 你不是会怕吗 太好了 这是有关 乡下遗留的可怕洗澡的文章 我觉得很有趣哦 帮王子传给你 有兴趣的话 请阅读看看 谢谢你 我会读看看的 常常 会被这样误会 但其实我对超自然现象完全不了解 这是 在几年前 网络流行上的话题呢 许美 真可爱 呵呵 许美 你说 这是你第一次在网络上语的聊天对吧 对 没错 怎么不传讯息给其他人呢 我也有看其他人个人资料简介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都给我一种好像很生气的感觉 我觉得很可怕呢 我认为 客游子小姐是个温柔的人 虽然只能透过文字认识你 但你确实让我觉得你是个温柔的人 尽管才认识几天 这是我第一次与人这么开心的聊天了 太好了 我也很开心 但是 我并不温柔哦 是这样吗 即使从文字里 我也敢感受到你的温柔 我只是单纯的认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已 但是 谢谢你如此的看待我 我才是 谢谢你呢 我呢 只要一语言人说话 就常常感到很害怕 而且 我也不太能接受 刺眼的光 与巨大的声响呢 虽然这样讲有点奇怪 明明自己也是女性 但对于同年期的其他女生 我会不知道她们在想什么 也不擅长与她们相处 应该是太过于成熟吧 在求学阶段 有时候 过于成熟的人 很容易就是交不太套朋友 不知道其他女性 在想什么 确实会让人害怕 不知道男性 会因为什么事情的生气 也很可怕 我也是呢 国中的时候有很多可怕的人 让人感觉很累呢 尽量不要 与会让自己感到害怕的人 说话比较好呢 好的 我会尽量让自己不去在意 但时间起来蛮困难的 点点 我说啊 不要太轻易相信 网路上的人会比较好哦 包含我也一样 别看我这样 我是有在注意的 讲上的人其实最可怕的 最危险 超危险的 而且我本来 就想和客流子小姐聊天 在实际聊天之后 这个想法也没有改变 谢谢你 听到你说 如果是客流子小姐 我愿意多聊聊这样的话 我很高兴 但是 网路上有很多那种 先让人安心 再背叛的可怕骗子 不要太相信 会讨你欢欣的人哦 有没有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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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相信别人 有没有 小心啊 听到 天晴晚安哦 应该 这种类型的游戏 对于蛮多观众 会觉得蛮枯燥的吧 对不对 同年纪的女生 一定在化妆 嗯 我的秋雪阶段啊 也蛮久了 女生化妆 我是 没有太大的印象 好像不太会 嗯 是学校 不想占学校 可是我那个时候的 学校好像 女生不太会化妆 没有印象 我还是会忍住 忍不住相信啊 很容易相信 真的 真的 还是会相信 可是 通常爆掉了以后 也不会相信自己是错的 不过我那个时候的高中 是没有啦 呵呵 虽然我们也不太算是 深学的学校啦 可是 我没有印象 好像很多会化妆的 就回不去 我也不会回不去啦 只是 可能就 假设是 是实况主吧 也很相信他 可是他做了什么事情 一定多就封锁他 然后 再去找下一个你喜欢的实况主 呵呵 这样而已 对不对 有人会化妆 当然是有人会啊 我国中的时候也有人会化 可是没有像 大家都会化这种状况 对不对 好 那继续吧 感情会不去了 哦 了解 真的啊 就是封锁啊 就不会再看他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的实况主很多嘛 可是 就是 有一些实况主做一些事情 原本以为他不会这样做 可是他后来这样做了 顶多就是 也不能做 如果是粉丝也不能做什么啊 就顶多就是封锁 然后 别人如果有喜欢他 跟他聊这件事情 跟他说他之前做过这样的事 可是对方还是喜欢他的话 就 其实你也不能说什么啦 对不对 每个人有喜欢的自由 你大学 幽静人大学 照样是入眼 其实入眼真的蛮多的啊 哈哈哈 你不用特别化妆啦 只是 其实 男生比较不会有这种感觉啦 可女生 会比较在乎这些吧 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太知道 这种剧情像的 对啊 就是那个月份季节的也蛮多 都是在这种谈论 内心的故事 对啊 网路上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只是你要 分辨哪个东西是对的 哪个东西是错的而已 其实不是网路上啦 现实也是啦 可是网路上更容易 因为你看不到对方 更容易被 欺骗 这样子 要更小心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留在 OBS的下面啦 我有空的话 我就会回复你 这样子 可以开台 不太会 聊其他的事情 男生会化妆吗 男生会化妆吗 有 有是有啦 对啊 可是也比较少 男生比较不会做这种 麻烦的事情吧 我认识的啦 我认识的 的朋友们 好的 那我们继续吧 不要画太调就好 我 至少我的求学阶段啊 女生化妆都是 简单的而已 没有化的那种夸张的 是没有 好吧继续 继续吧 克里子小姐 有讨厌 学校的事情吗 是 只有讨厌的事情 抱歉 我能个非常吃力的问题 不会没关系喔 请不用在意 即使我说没关系 但每次好像真的 还是会在意呢 那么 为了让他知道我真的不在意 就告诉他一些过去的事情吧 虽然有些困难 但是稍微试试看 我可以打一个比较长的内容吗 好 没问题喔 我呢 几乎没有幼稚园时期的记忆 在高中之前 几乎不被周遭的人 当人看待 不管是家人 还是在学校都一样 长相 糟糕之外 又很胖 常常被人 指着嘲笑 我从未拥有过朋友 当我跟 旭美一样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都知道网络世界 然后 人们突然间都靠得过来 出乎意料的 我都被当成人来对待宠爱 虽然我感到很焦虑 但很高兴 不过 激进我的人 都是有些别居心 或是会突然消失的人 他们曾很过分的对待我 也说过了很多难听的话 在网络上 因为看不到对方的脸 所以难以捉摸对方的想法 当我忧郁的时候 只要听到温柔的话语 就会去相信 对啊 刚刚我讲的 痛苦寂寞的时候 我想去相信温柔的话语 也会想去相信 对我说这些话的人 但是 过去对我说过这样的话的人 现在谁也不在我身边了 旭美 你愿意跟我相处 我很高兴哦 我在网络上烦恼 痛苦了很长的时间 我不希望旭美 你经历利益 和我一样的事情 像我这种 马上就会发送很长 一段文字内容的行为 也是会被避开的理由吧 对 真的 对 对 对 如果是我要发这种内容 我都会解断解断解断 不会真的一大串 我真的蛮讨厌这种状况的 对 女主胖吗 没有她说她之前 她现在努力的瘦下来了 我真的就会炭解断解断コミュāt 对 没有她看到 那还没有她 还有 不在 不在 对 你